其实啊 不只是周老你的疑惑 想必后面那辆车上的柳世民 也在疑惑吧 冯天林叹了一口气道 我何尝不知道这样做不合规矩呢 但是我不得不这样做呀 电子厂的改制情况 周老亲眼目睹之后 想必不怀疑电子厂改制的成功性吧 可是有人呢 愣是要挑问题 改制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难免会有疏忽之处 怎么经着起大家乱七八糟的折腾呢 我不想好好地一个 狠居创造性的方案 国有民营方案 在有心人的操作下就此夭折 我们这些调研团的人 会成为历史的罪人的 哎 在我们国家呀 这样惨痛的教训还少吗 一切都是人说了算的 你说的是柳世民 他又怎么了 周富巡视员听了几句 便已明白冯天林说的是谁 他又上林书记的办公室去了 就在会议开始前几个小时 这次完全是拿着电子厂的改制问题 威逼恐吓了 本来呀 我想先将这件事情放了 现在看来放不得了 我不希望柳世民 再出现在发给围里 冯天林冷然道 周富巡视员一正 看了一眼脸色铁青的冯天林 这事我来办吧 我一生为官 只求心安理得 柳世民这人呢 我早就看不惯了 完全是一副顽固子弟的模样 现在竟然还做出这样的事情 简直替乡省发改委丢脸 如果在前几年呢 别说踢出乡省发改委 就是将他一把撸到底 也不为过 可惜人老了 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那般好胜心呢 冯天林知道 不是他人老了 没有当年那般好胜心 而是他经历过太多的事情 心已经死了 周富巡视员如果身后有个人撑着 他也是能纵横官场的人 可惜他只有一个人 利用他感觉有些太卑鄙了点 冯天林暗自叹了一口气 算了 还是我自己来吧 你还是安心等着退休吧 将柳世民提出省发改委 张学翰想必不敢说些什么 他现在还在忙着 争夺组织部的布置呢 哈哈 你呀 心还是不够硬啊 利用我又有什么关系 这件事 对我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周富巡视员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要想与林锦宏一决此雄 你要狠一点 送走了乡省发改委调研团 又送走了宁长县教育局交流团 新康县一时间又恢复了平静 陈魏临走前倒是恋恋不舍 当然不是对林锦宏 而是对秋月公 最后一餐 林锦宏请宁长县教育局交流团的所有人 吃了一顿 不过他自己没有出面 陈魏也只是说 他的一个朋友请大家吃饭的 周末林锦宏去了一趟培训班 眼看着三个月的培训班就要结束了 林锦宏来上的课 总共加起来还不足五节课 虽然难得一个周末有空来培训班 但他也只上了一个上午 下午以及第二天的上午 都在陪着丫头到处玩 丫头的肚子终于有了反应 渐渐向外隆起 虽然幅度不是很大 穿着宽松点的衣服 还是看不出来 但丫头好像很是烦恼 另外小贺莲也去了城关实验小学 读小学四年级 每天上学放学都是由秋月接送 只是林锦宏期待小贺莲上学之后 能改变那种冷淡的性格 现在看起来效果不是很大 或许时间太短了的缘故吧 但林锦宏对这件事情的期望 在渐渐降低 周日下午 林锦宏带着丫头回到新康县 结束了一个玩得愉快的周末 回到天润园 客厅里马晨正在焦急地走来走去 尽管空调开得最大了 她还是满头大汗 林锦宏掏出手机 看了一下 竟然已经关机 看来是没电了 而丫头自从怀孕之后 就不带着手机了 按照秋月的话说 手机辐射对肚子里的小孩子 是有影响的 叔姐 林祖算回来了 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打不通呢 马晨见的林锦宏两人进来 急声道 林锦宏微微皱眉 马晨这么急 以前还没有见过呢 虽然他有时候表现得粗犷了一点 但遇到大事情时 还是很镇定的 林锦宏换了拖鞋 向马晨说了一句 跟我去书房吧 马晨点头 两个人一前一后 上了二楼前往书房 林锦宏在书桌前坐下 坐下说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他边说边抽出两根烟 递给马晨一根 自己也点燃问道 马晨也顾不得点烟 忙道 书记 何立军在前天莫名其妙地死了 全身上下没有一点伤痕 他瞧了一眼林锦宏 见林锦宏皱眉不语 又接下去说着 市局立案侦查 前次去老乡济茶楼 抓捕何立军的六个民警 已被停职接受调查 市局有人认为 新康县公安局抓住何立军后 搞刑讯逼供 将何立军打死了 现在这样的传言 不但在市局里有 就连在我们县局内部 也有这样的传言 县局内各色各样的谣言都有 而且越传越邪乎 为此 政法委梁书记召开了一个政法工作会议 到现在为止 我还不知道这个会议的具体内容 林锦宏奇怪的问 政法工作会议 你一个县公安局的局长 竟然没有参加 梁军在搞什么名堂 你先等一下 我打个电话给梁军 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太不像话了 林锦宏有些火 自从梁军到新康县以来 明着好像一步一驱的跟在自己的身后 但是自己反而因此 副手副脚的 对政法这一块的控制 比之前弱了许多 说的不好听一点 梁军根本就是想撇开自己这个县委书记 自己独霸占着政法委 因为这个原因 梁军和马晨两人的工作 始终尿不到一个湖里 马晨每次出事 后面总是有梁军的影子 梁军早已不是以前的梁军了 不过自己也不是之前的自己了 如果梁军真的想利用之前两人的情谊 而在搞三搞四 自己倒不介意跟他玩玩 林锦宏悠悠地想着拿出手机 才记起手机已经没电 所以拿起桌上的电话 给梁军拨了一个电话 喂那位啊 我是梁军 电话很快接通 电话那头传来梁军有气无力的声音 还有另一个微弱的喘息声 我 林锦宏啊 林锦宏悠悠地道 梁军同志 现在方不方便 有几句话想跟你聊一下 哦哦 好的 书记稍等一下 电话中 梁军声音有些急 接着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 以及一个女人轻微的叫声 虽然很微弱 但林锦宏还能听得一清二楚 过了半分钟左右 电话声又响起梁军的声音 对不起 书记 刚在上厕所 出来不小心撞到一个女的 梁军稍稍解释了一下 他不解释还好 他这一解释 林锦宏反而嘴边露出了一丝令人完美的笑意 梁军同志 对何立军非正常死亡的事情了解多少 听说你召开了一个政法工作会议 应该对这件事情有了应对之策吧 林锦宏问道 梁军愣了一下道 哦 书记 这件事情由于县公安局的马陈局长没有出席会议 因此还没有能达成一致共识 对县公安局出现的谣言 我已经让司法部门去调查 此外呢 何立军是不是因为刑讯逼供而死 市局还没有做出结论 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积极配合市局的调查 将这件事情彻底查个水落石出 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不知道书记对这事有什么指示啊 林锦宏嗷了一声 淡然的问道 马陈同志 为什么没有出席政法工作会议啊 哦 马局长因为那时候正在接待市局来的同志 因此没有时间来参加政法工作会议 我准备在下周一 再召开一次政法工作会议 集中讨论这件事情 书记 您看如何 梁军回答道 林锦宏微微一笑道 政法这一块本来就是你的阵地 你认为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查清事情真相之后 给我一个报告就可以了 还有 不要做出对不起你未婚妻陈倩的事情 说完挂了电话 他嘴边的笑容渐渐凝固 他看了一眼马陈道 暂时放弃追查世纪星大酒店失火案 好了 你先回去吧 基本上不会有其他事情 先等市局的调查结果出来再说 马陈点了点头 这件事他本来就怀疑跟世纪星纵火案有关 但是自己想的却始终没有林锦宏的远 嗨 乱了阵脚啊 等马陈离开书房 林锦宏又拨了一个电话给金毅 我是林锦宏 明天中午一起吃个饭吧 什么地方 金毅虽然惊愕林锦宏突然打电话给自己 但一听到要一起吃饭 他便没有多说 直接问道 自从第一次自己跟林锦宏接触 被陈尚虎和林宇明两人撞到之后 金毅表面上没有多少变化 还是那副嘻嘻哈哈 顽固子弟的样子 但内心深处却更加谨慎了 老地方 明天中午十一点钟 记住 我不想等人啊 林锦宏强势地说了一句之后 挂了电话 然后离开书房 电话那头的金毅 微微一饿 嘴边冷冷一笑 难难的道 我也不喜欢等人 回到客厅里 就宋青青一个人在 其他人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他们人呢 少爷 小姐和秋月他们出去了 可怜小姐在她自己的房间里 宋青青忙放下书回答道 自从秋月等女人来了之后 宋青青也改变了称呼 不再称呼林书记 林锦宏也已经麻木了 反正有秋月等几个女人 这样称呼自己 也不多宋青青一个人 这么晚了还出去 林锦宏摇头不已 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儿 起身前往小贺莲的房间 小贺莲的房间是个套房 外面是个小客厅 最里面才是卧室以及一个洗手间 不过外面的小客厅被她改成一个书房了 她不喜欢别人进她的房间 不过林锦宏好像例外 林锦宏刚准备举手敲门 门已然打开 小贺莲手中捧着一本书 淡然地看了她一眼 转身向书桌前而去 林锦宏摇头苦笑 你怎么知道是我来了 脚步声 每个人的脚步声都不一样 很好分辨 小贺莲偶尔会回答林锦宏的问题 但很少会回答其他人的提问 在学校里 老师叫她起来回答问题 她从没有尿过老师 因此上学才几天的时间 她便得了一个怪物的称号 在学校里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别人欺负你 林锦宏站了一会儿 也不见她招呼自己坐下 也不见她放下书本 转过身来跟自己聊天 静止捧着书 好像自己完全成了空气似的 无聊 小贺莲终于放下了书本 说了一句令林锦宏目瞪口呆的话 林锦宏一时间 也不知道贺莲说的无聊两个字 是什么意思 到底是说自己问的这个问题无聊呢 还是说她自己在学校里感觉无聊 林锦宏感觉自己再待下去 非气得吐血不可 这个闷葫芦还真不好相处 她摇了一下头 起身准备离开小贺莲的书房 你三日内有麻烦 自己小心点 小贺莲突然转过身来 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 咬着嘴唇 盯着林锦宏的脸上 说道 林锦宏脚下一个亮墙 忙转过身来 看得小贺莲的表情 心突然一动 忙转过头去 说了一声谢谢后 便落荒而逃 身后破天荒地 传来小贺莲咯咯的笑声 林锦宏不得不加快了脚步 小贺莲刚才那哀怨中 掺杂妩媚的表情 深深地烙在林锦宏的心底深处 她长大后 定然是一个 魅惑苍生的绝世红颜 林锦宏在楼下客厅里坐下 呆呆地想着 自己刚才竟然心动了 被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的 一个眼神勾引的心 怦然而跳 她的老脸微微一红 她又想起 小贺莲说的 三日内有麻烦这句话来 她暗自叹了一口气 嗨 自己哪天没有麻烦呢 周一 又一周的开始 林锦宏诗诗然地来到县委大楼 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 进了书记办公室 赵明相进来道 书记 刚才新任县委副书记徐勉 刚刚来过办公室 徐勉 林锦宏一正 是啊 陈衍离开 这新上任的副书记徐勉 也该来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 新的斗争又要展开了呢 陈衍是在上周 已经离开新康县 她收拾了所有的东西 带着惆怅 前往宁长县等待上任 陈衍之所以惆怅 是因为经过这么几天的努力 始终找不到林锦宏的任何把柄 相反 林锦宏在公款吃喝上控制了几言 她的每个月报销额 基本上没怎么用 即使有也只是限为一号车的油费报销 林锦宏喝了一口白开水 润了一下喉咙 徐勉这么早就来了 没有人去接她吗 徐勉突然不声不响地到来 使得林锦宏多少有些意外 这好像与形势乖张的性格扯不上关系 看来人都是会变的 赵明相摇了摇头 应该没人去接吧 这么会儿县委这边还没几个人呢 而且我看徐副书记来得有一会儿了 我刚进县委大院时 他便在四处逛着了解周围的环境呢 哦 徐副书记倒是一个有心人嘛 好啊 林锦宏微微一笑不再说话 赵明相刚准备出去 外面响起敲门声 赵明相看了林锦宏一眼 林锦宏挥了一下手 可能是徐副书记来了 去开门看看吧 赵明相前去开门 不一会儿领着一个四十来岁的人进来 林锦宏猜测着眼前这人估计就是徐勉了 他缓缓地起身 向前跨出了两步 边走边打量着徐勉 徐勉四十来岁留着半寸头 国字脸五官端正 身高在一米七五左右 身材适中 不胖也不瘦 穿着一件天蓝色短袖T恤 下身是灰色西裤 一双皮鞋擦得正亮 整个人看上去有些彪悍 但他鼻子上却架着一副黑色宽边眼镜 多少掩盖住几份彪悍气息 也使得整个人看上去有那么一丝不协调 在林锦宏打量徐勉的时候 徐勉也在打量着林锦宏 两人的眼神在空中碰撞 不过徐勉将视线划开了 他笑道 林书记 做个自我介绍 原谭州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徐勉 上级组织领导信任 将我调到新康县 林书记帐下听候您拆遣 我这个人没什么挣着头脑 在市委办公室 也整天只知道混吃混喝的 以后在新康县 林书记指哪我打哪 坚决服从林书记的任何调遣 哈哈 短暂的自我介绍完成 好像情真意切 只是他一笑 眼睛上两道眉毛 微微跳动着 让人感觉好笑 林锦宏听过徐勉的自我介绍之后 心中暗暗叹了一口气 徐勉绝不是陈立文说的 形式乖章之徒 如果拿陈衍和徐勉相比 这陈衍才真的像是 形式乖章之辈 徐勉在市委办公室所作所为 恐怕只是为了混淆别人的耳目 应付这样的人 不打起点精神来 恐怕还真的说不好结果如何呢 新康县的工作 刚打开一点局面 就来了一个徐勉 在中国官场上 想要做成一点事情 还真的不容易 无处不在的权力斗争 已经耗费了人的大部分精力 林景洪向徐勉伸出手 徐勉同志 你倒是一个实在人 自己一个人悄悄地溜来了 好嘛 既然上级领导将徐勉同志 放到新康县来 就足以说明 徐勉同志的能力如何了 今后大家齐心协力 共同把新康县建设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